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论断别人 一个论断别人的人是先看自己比别人更高 而看自己比别人更高的人 是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低的人 如果你总以为自己比别人有所更好的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从那个人身上修习任何的东西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误师 这句话我从小听了我感到很奇怪 他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几个人在一起 一定有一些人可以做你的老师 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就有一个人可以做你的老师 我十二岁的时候读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了在维也纳南部 在奥地利南部Gratz附近的村庄里面 有一个现象 任何三个人在一起 有一个就会唱歌 有一个就会弹琴 另外一个会作曲 有这样的地方 我那时候很向往 那我在哪边我大概是唱歌的呢 或者是弹琴的呢 或者是作曲的 或者三个都不懂的 我十二岁的时候有这样的地方 原来那个地方就是 France Joseph Hayden的家乡 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 这样的一个气候 这样的地带的文化环境中间 长大起来 所以如果你很会唱歌嘛 你不要忘记 可能别人不会唱 比你更会作曲 如果你很会作曲嘛 你不要以为别人唱歌比你不好 如果你不会唱歌 因为不会作曲 你会弹琴 不要忘记 别人不会弹琴 那他唱歌比你更好 所以每一个人常常想 有很多人比我更好 很多人比我更会 很多人比我更懂 很多人比我更有恩赐的时候 这个人就一直不断在长进的中间 你什么时候长进结束呢 什么时候开始你永远不会再进步呢 就是当你看人人在你下面的时候 你就结束进步了 这是一个很吊诡性的 very paradoxical的一个真理 一个人也谦卑 也感到自己不够谦卑 一个人也有羞恶 也感到自己不够羞恶 一个人也感到自己骄傲 也感到自己从来没有骄傲 所以这些常常自以为是 而其实不是的东西是使人继续不断堕落 而不自知的 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不感觉到 正在骄傲的人是一点不感到正在骄傲的 所以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他会说你看我现在正在骄傲 我正在骄傲 他无自救的 所以圣经说呢 你要在上帝面前自卑 他就把你升高 这就是基督跟撒旦 绝对本着不同的地方 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 不应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所以上帝将他身为至高 撒旦本不是上帝 撒旦本没有上帝的形象 他却一心一意盼望 以至上的者同等 所以上帝把他降悲 一个在上帝面前自卑的人 是很有福气的 因为上帝为这种的人 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恩典 是他没有想过 他没有梦过 他也没有求过的 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 所求 这种恩典是给谁呢 就是给那些在他面前 种的谦卑的人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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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